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卷中,有些事件因其令人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而让人产生种种猜测和联想,这些看似随机但又几乎同构的历史片段,使人不禁怀疑是否存在着某种不可见的绿,或者更加玄妙的是否宇宙的运行,真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,从古代的封建统治到近现代的变革。 从战争的起伏到和平的维系,我们发现了三个特别让人震惊的巧合,直到今天仍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解释清楚,究竟是哪些巧合呢,世界真的是一个轮回吗? 这里是锐历史,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舍与国家,在战国纷争的大舞台上,秦国的君主们一代更比一代出色,宛如历史长卷上的英雄豪杰, 比如在秦穆公掌权时期,他以大智大勇赢得了人们的敬仰,对外扩张土地,对内则实施一系列的政治改革,让国家日益展露头角。 后来,秦孝公继位,他的统治下,商量的改革使得整个国家在财政和军事上都得到了质的飞跃。 当然,所有这些只是通往更宏伟目标的铺垫,由秦始皇完成的中国历史上首次的国家统一。 秦始皇,一位以雄徒霸业著名的帝王,不仅圆满地完成了祖先的遗愿,而且在统治期间,进行了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和制度改革,比如修建了长城,一道用来抵御外敌的巨大屏障。 然而,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,却在秦始皇去世后迅速走向了衰败。 由于赵高的阴谋和诡计,胡亥这位原本不应该继承皇位的人,最终登上了皇位。 胡亥的统治是一段充满了奢侈和淫乐,完全忽视国家大势的黑暗时期,他的愚蠢和自私加剧了民众的负担。 最终导致了民间的大规模反抗。 在刘邦的率领下,汉军攻陷了咸阳,标志着秦朝的灭亡和汉朝的建立。 这样一个曾经强大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帝国,就这样轰然倒塌,仅仅因为一次不当的继承安排和一位无能的君主。 这一切让人惋惜不已,因为秦朝的前辈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,才有了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国家。 然而,这一切辉煌都因为后代的无知和无能,在短短几年内化为乌有,如此巨大的反差,也许正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教训,即使最强大的帝国。 也可能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而轰然崩溃。 在历史长河中,隋朝出现如同一颗闪亮的流星,却也如流星般消失得迅速。 当杨坚取得北州的王位,改国号为隋,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,他的统治下,国家出现了一阵短暂的盛景,政治清明,百姓安居乐业。 但美好的局面仅仅维持了数十年,随着杨广的上台,这一切都走向了崩溃。 与胡亥同样代表着败家子的典型,杨广继位后不思进取,专注于个人的娱乐和奢侈,民众痛苦的呼声伴随着负担加重。 愈演愈烈,终于点燃了反叛的火焰,就这样,由继位者的无能和愚昧,让隋朝在辉煌之后迅速陷入灭亡的命运。 而关于刘邦,他在建立汉朝之前,有一次体验了一场非凡的梦境,在梦中,他穿越了一片浓厚的迷雾,突然遭遇了一条白色的蟒蛇,他被蛇的出现吓得心惊肉跳。 但令人惊讶的是,这条蛇居然用人类的语言预言了他未来的命运。 你注定会坐拥皇位,但你的国家将走向分裂。 被恐惧和不安包围的刘邦急忙用手中的剑将蟒蛇劈为两段。 不出所料,这一切竟成了现实的预兆。 后来,刘邦真的成了皇帝,而汉朝也按照预言一样,分为了东汉和西汉。 这些历史的巧合和前兆似乎在提醒我们,即使是最强大的王朝,也可能因为一瞬间的选择或者一个人的失误而改变其走向。 而这些教训恰恰恰也让人更加相信,历史或许真的存在着某种不可解的神秘的规律。 35-4 朱元璋,一个由默默无闻到传奇一生的人物,他的出身低微,却逐步展露头角,最终坐上了皇位,从牧牛少年寺庙清洁工。 到沿街乞讨的落魄青年,他经历了各种生活的起伏,最终成为了大明帝国的缔造者。 在这一切之中,有一名顾问对他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,那就是刘伯温。 刘伯温是一名极其擅长命理和占卜的学者, 他的智谋更是一次次助推朱元璋走向成功,他不仅为朱元璋提供了战略指导,也多次准确预言了未来的走势。 其中一个令朱元璋大吃一惊的预言便是,他的王朝将在35年后遭遇巨变,但要减去4年。 这个数字让朱元璋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 那时他在一次摘桃子的冒险中,也曾有着35-4的经历。 当年,他与朋友们找到了一棵稀有的桃树,忍不住地攀爬上去,原本摘到了35个桃子,却后来发现少了4个,被朋友们偷走了。 让人惊讶的是,这个数字预言在朱元璋去世后应验了。 他去世4年后,由他的第四子朱队通过政变成功篡位,取代了他的孙子朱允文。 就这样,刘伯温的预言得以验证,明朝也在这一关键节点上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。 这样的数字巧合不禁让人深思是否真的有某种命中注定的力量。 在悄无声息中影响着历史的走向,而这样的故事更增添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的厚重和神秘。 七岁的皇帝,赵匡胤,一名出出茅庐的年轻军人,凭着聪明才智和坚定的意志,逐渐崭露头角,最终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宋朝。 他曾隶属于柴荣将军的麾下,凭借勇猛善战和出色的指挥才能,得到了柴荣的高度器重。 柴荣去世后,他的继承者是一个年仅七岁的小男孩,柴宗逊。 赵匡胤被为以辅佐的重任,表面上,他是忠诚于这位幼小的皇帝的,但内心却暗自琢磨着如何实现自己的王朝梦想。 赵匡胤精于权谋,他深知稳固皇权的重要性,于是,他在一个酒宴上以轻松愉快的氛围为掩饰,巧妙地解除了诸位大臣的军权。 这一举动加强了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,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基础。 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显示出赵匡胤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,他不仅有能力赢得人心,还懂得如何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稳妥应对,最终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王朝。 虽然外界可能认为赵匡胤有些野心勃勃,但谁能在那样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坚定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呢? 他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和机遇,而他也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把握这些机遇,书写了自己的传奇故事。 从他的一生来看,赵匡胤无疑是一位值得钦佩和学习的历史人物。 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智慧和勇气,更因为他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决心,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会被后人传送。 在长达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,宋朝以一种几乎神秘的对称性开始和结束。 赵匡胤,这位出身平民的勇士,通过一次被誉为陈桥兵变的行动,走上了统治中国的高峰。 他的士兵们用黄色的龙袍包裹他,这种颜色和服饰通常只允许皇帝穿着。 赵匡胤故意表现得像是刚从九梦中醒来,好像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,而不是他自己的野心。 在这样的情境下,一位年仅七岁的小皇帝不得不让出他的王位宋朝因此诞生。 令人称奇的是,几个世纪后,宋朝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走到了终点,面对来自金朝的侵略和压迫,又一位年仅七岁的小皇帝宋公帝被迫退位和流亡。 在这两个看似偶然,但有极其相似的事件中,仿佛可以看到历史和命运在其中起了巧妙的作用。 赵匡胤在被加冕为皇帝时可能感到了一种宿命的呼唤,或许也有一丝犹豫和惋惜,但最终他选择接受这个角色,并在其后的年月里努力稳固和扩大他的王朝。 与此相反,年幼的宋公帝在被迫退位时,或许只能感到困惑和无助,一个孩子怎能承受如此沉重的历史和命运。 这种近乎戏剧性的对称,不仅仅是一个趣事或巧合,更像是一种哲学或宿命的体现,它让人不禁思考,历史是否有其内在的规律和逻辑,是否一切都是命中注定,还是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。 在这两个相似的故事中,我们看到了不同的选择和结果,也看到了无数个体在历史长河中如何被命运、机会和自己的选择所影响,这是一种深刻的教训,也是一种永恒的迷思。